四川美院在中國藝術發展中 佔有重要的地位 雖然它地處邊垂 但是孕育了很多重要的當代藝術家 一九七八年的傷痕藝術 批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影響 更是紅遍全中國 四川美院不同於中央美院 它的學風自由開放 鼓勵學生盡早開始創作多元發展 為中國的藝術 帶來更多不同的驚喜 數百名農工帶著憂鬱的神情 同坐一條船 這是四川美院的藝術家 陳從林的作品《華公船》 當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 從他們的作品中 可以看見時代的傷痕 就早期在文革那個時代 有一批傷痕藝術家 他其實在講述 中國那個時期 因為每個人都很痛苦 很困苦 這一些都是在船上 要被送到另外一邊去 另外一個省份去工作的一些人 1978年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 盧新華發表短篇小說《傷痕》 指出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影響 立刻爆紅 影響中國近代美學創作 其中四川美院 更成為傷痕藝術的代表 歷史博物館特地展出 四川美院近百幅的經典作品 藝術家何多林用不同的色調勾勒出 春夏秋冬的景致 破碎的線條中藏著優雅以及感傷 是傷痕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四川美院院長羅忠麗 深受藝術大師米勒影響 作品主題環繞鄉村生活 一對男女下宮後 騎著牛散步在田間 以及躲避鎮雨的村民 每幅畫作都呈現出光影的變化 為中國近代藝術帶來重大的改變 他其實已經脫離這種文化大革命 這個時代 他其實很希望往前看 他是要找尋這種鄉土的快樂 所以他創作裡面 其實很少看到很痛苦的 很悲傷的 他其實都是表達 是鄉土裡面快樂的這種情緒 四川美院成立於1940年 跟中央美院不同 不追求傳統的師徒制度 老師鼓勵學生多元發展 形成特殊的傳美現象 副院長龐茂坤 更把印象派結合寫實畫風 作品牧羊呈現出 虛實交錯的視覺效果 而藝術家張小剛 則是把家族照片抽色後 再染成血紅色 探討文化大革命 為家庭帶來的衝突 文革時期 他們那個時候 留下了一些傷痕 所以你看他的創作裡面 有一些歷史的痕跡 還有這些不可抹滅的 這些血緣關係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都是要互相批判 四川美院帶來多元想法 以及畫風奠定 中國藝術未來的發展